那怎么样能够喜乐呢 就是可以领受这个福气 而这个福气是上帝要赐福给你的 好 那我们马上就来进入主题讲的 如果你是选择一的朋友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里面提到什么 提到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呢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又代表是贫穷的意思 所以贫穷怎么会有福气呢 这里要讲的是 如果你选到这个数字 一 你可能在这个状态里面 二 你可能是可以给出你的天赋礼物 就是给出这个福分 代表你有这个潜力 所以呢 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 什么叫虚心 叫贫穷 贫穷呢 指的不是现在外在世界贫穷 指的可能是你 内在心灵的一个匮乏 如果你现在呢 处在内在心灵匮乏的人呢 那 他的意思说你要刻苦己心 虽然内在空虚 但是你一样能够刻苦己心 然后保有同理心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天国就是你的 那当然你要知道 天国就是那个宇宙力量 所有的福分都会与你在一起 也就是说 如果你选到一的朋友呢 如果你现在内在 是有空虚的 那我要恭喜你 因为天国是你的 上帝的祝福会临到你 这是第一种情境 第二你说我没有空虚啊 没有空虚没关系 那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你这个人是很有同理心的 所以在今年度 你能够持续的呢 去跟那些内在空虚的人在一起 当你去满足他们 当你去给出的时候 那天国就是你的啦 这就是选择一的朋友 那第二呢 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你选择二的朋友 在马太福音第二福是什么 五章四节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哀动是什么意思 哀动就是内在在叹息哭泣 所以如果你选到 二的朋友 代表的是不是 你可能不只是为了自己 有可能是为了自己 内在在叹息哭泣 或是呢 你在为了你的某一个朋友 某一个家人 你正在什么 为他们叹息哭泣 而这个时候呢 你们必得安慰 所以选择二的人 你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上帝会亲自安慰你 所以呢 选择二的朋友 代表是什么 你的福分就是呢 如果你自己在 哀动的这个情境里面 上帝就会祝福你 如果你不在哀动的 这个情绪里面 那你呢 去跟哀哭的人一起同哭 你去跟他们更多的在一起的话 上帝也会亲自的安慰你哦 期待我们都成为一个 有福气的人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帮我按赞 或是呢 帮我转分享给你的 帮我转发